警犬得分最低 也许是他太厉害的缘故吧 其实您看在各种工作犬当中 要说我个人最喜欢的 那还应该算是导盲犬 那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导盲犬跟其他工作犬相比 你看它既听话又温柔 最重要的是这种犬 我觉得它最有爱心了 你说这对了 就是说的导盲犬 帮助这些个有困难的人 解决了很多的问题 所以它这种不爱的精神 也为人兢兢乐道 一般训练成导盲犬的犬 基本上用的都是拉麦拉多犬 走住节运战 Zain带着全盲的主人快步走 跨过栏杆 上阶梯 进出电梯 短短三百公尺的路 简单几个口令 Zain都能达成任务 全盲的书记光在老宝局工作 一年前和来自纽西兰的Zain 配对成功 现在生活中已经少不了它 之前我太太都是骑摩托车 送我到捷运站 现在我是Zain带着我 我们两个走35分钟到40分钟的路程 这个路程非常的长 但是带给我是一种健康的运动 有了Zain的陪伴 书记光不再因为看不见外面的世界而寂寞 因为Zain的出现 他的脸上也多了笑容 我们忙有的时候 人家不太容易跟我们接近 因为有的导盲 人家反而跟我们有话题可以聊 我们办公室现在很有声趣 大家工作累了都会跟狗狗玩 这麦克风上沾满了Zain的口水 听说这可是他第一次失控 书记光开心的说 从现在开始Zain就是他的眼睛 他要勇敢地跨出去 走遍每一条大街小巷 中天新闻游离斐国旺树台北报道 来 欢迎光临 周末逛个百货公司 是很多人经常做的事情 不过对于张先生来说 想要牵着心爱的导盲犬 一起逛百货公司 可是困难重重 因为导盲犬经常被当作是宠物 无法进入 导盲犬可进入 Guy Dog Welcome 不过今天导盲犬协会 请来了马英九 在搜狗百货门口贴上了 欢迎导盲犬路内的贴纸之后 盲人朋友就可以跟导盲犬 好好的逛大街了 他怎么了 好像有点紧张 不过没有关系 还好 两岁的欧文紧张的蒙大哥 当导盲犬这么久 主人跟他都是第一次进大卖场 会比较紧张 因为他会担心有任何的情况发生 会伤害到我 来 欧文 搭个电梯都让他很紧张的样子 就怕夹到指甲 不过这紧张没有很久 等到一镜收拾区 欧文的眼睛都瞪大了 欧文赶快动不掉 都是在闻那个味道 这味道好香 都是肉的味道 大卖场的味道 让原本超硬的欧文 再也动不掉 这也是为什么导盲犬 进大卖场一定要有专人陪同解说 18块钱 18哦 对 后天失明的陈先生 紧紧抓着服务人员的手臂 身心障碍法增列条文后 首度有盲人跟导盲犬 顺利拥有大卖场 地点就在台北市 2007年底 Lucky从大连来到北京 成为残奥会冠军 平亚利的导盲犬 今天平亚利接到通知 要他和Lucky一起参加残奥会开幕式上的火炬传递 平亚利很兴奋 他打算带Lucky出趟门 看看朋友再给Lucky买点好吃的 Lucky知道刚开始车来了 看所以躲着 Lucky Lucky上车 Lucky上车 Good 让他上吗 我们想上紫竹院去 但是有一只导盲犬行吗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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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啊 哎呀谢谢谢谢 真好耶 那他门上了 嗯 好 那个等着我先上去 Lucky No 这个座位稍微往前一点 他不上您的座位 他就在底下握着 Lucky Lucky 你稍微去了 Good Lucky Good Good Luck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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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糊涂吧 Lucky Lucky 你这里边bronzi 刚进来当面走了 姐姐 嗯 姐姐 那大大毛巢进来不行啊 妹哥 行 我给您 我给您等了 行吗 你做理的 嗯 你想买 你想买的 然后我们让那个 让我们陪着呢 给您拿去 你要什么 可以 Lucky 要不然的话 Lucky Lucky 那怎么做 Lucky Good 那怎么 你帮我 你帮我 不用帮我来 有 好几种啊 你要什么样呢 我要给他 你自己拿去 好吧 你自己看这个 我就在这儿吧 您就给其他拿一个 就行了 来 嗯 哪有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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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上就要进入 残傲村封闭训练 平洋力在家 为就要出门的Lucky 和自己准备行囊 Lucky过来过来 你以后我跟你说 Lucky Lucky 今天我要带你 完成一个任务 如果这个任务 你要完成好了呢 我给你炖一锅骨头 慰劳慰劳你 听见没有Lucky 当然这个任务 你有噪音 你怕不怕呀 你不高分狗吗 听见没有Lucky 那第二天 7号你就成名了 好 我还得拿出来 那个Lucky的工作证 Lucky要出一趟门啊 工作证 这个上岗证 毕业证 免疫证 加上公安机关 发的 导盲犬的认证 哎哟 比我还复杂了 就在Star 顺利完成任务的时候 一旁后场的平压力 看上去却显得有一点焦虑 他不停地抚摸着Lucky 噪音他倒没怕 后来那个志愿者看出来 从他眼神里头 他怕那个那个什么 就是那个穿 穿那个 因为他曾经被误抓过 因为他是大型犬 关在笼子里头 他可能有点阴影 后来那个 但是首都的那个 我们都已经传达了 都知道Lucky是导盲犬嘛 然后那个 我们那警察特别温柔 就抚摸他 还给他喂水 过了五分钟了 他 情绪就稳定下来了 完了志愿者帮我看 说他那个 眼神又恢复了那个 就没有恐慌了 所以那个时候 我心里就踏实了 平压力在Lucky的引领下 站在跑道上 等待着第五方火炬手 孙长廷 一步步向自己跑来 孙长廷一直在点 一直试图把他点着 就是点不着 后来他那个 把我的火炬拿走了 然后拍了我一下 我就想 我就心灵神 说快走吧 因为我怕燃料又不够了 接过火炬的平压力 立即给Lucky 发出前行的指令 我一个人的指令 能有14万人那么大本事吗 我能喊得过那现代化的音响吗 所以他是听不到我的指令的 完全是靠我们那天彩牌的 两次记忆 他去完成这个事情 现在手持火炬的 是中国残傲史上 首枚金牌获得者 平亚力 陪伴平亚力完成火炬传递的 是一只可爱的导盲犬 现在摆在平亚力面前的 是40米长的传递距离 作为导盲犬来说 认到把猴兵当一个目的地去认到 小菜一碟 因为太简单了 只有几十米 Lucky可以就是 世界上最高分 最优秀的导盲犬 做过测试 可以认识不同国家的 800个目的地 不同国家和地区的800个目的地 走几十米的目的地 Lucky帮我找到 下一位火炬手猴兵 那是太容易的事 当时他不走了 我以为他掉链子了 我们在带装彩排的时候 是为了保密是没有那坡的 没有那个火炬台的 只是告诉我 会有一个缓坡 我说多少 他们说两米多高 我说那个 后来当时孙长廷 就是我上一半 或者够你走的 Lucky的短暂停顿 引起了平压力的警觉 他用脚试探了一下前面的路 这道缓缓升起的坡道 就是他在彩排时被告知的缓坡 Lucky用短暂的停顿告诉了他 这也是Lucky作为一只 专业导盲犬的基本素质 那就是在遇到障碍时 给盲人以警示 登上坡顶的平压力 终于完成与最后一帮火炬手 猴兵的火炬传递 这时他兴奋的双手举过头顶 此时发觉自己的导盲鞍 突然被松开的Lucky 此时有点茫然 当时人家也说 导盲犬是不是要跑啊 其实不是 他一个是在跟我欢迎胜利 一个是他在求我 他想去找那个小狗牙去 尽管Lucky围着平压力转了半圈 但是他仍然紧紧靠着他的腿 直到平压力用手摸索着 抓住了他的导盲鞍 因为咱们的开幕式是史无前例的 也从来没有传十几万人 这么大噪音给导盲犬训练过 但是今天Lucky还是出色的完成了任务 我非常的感动 我谢谢他 我为什么要申请一支导盲鞍 就是想让他引领我点燃圣火 但是今天我完成了我的心愿了 我知足了 我就觉得你比如人咱退休了 完了以后吃点喝点 完了以后养养花绿绿油 你说这个工作权要退休了 要再给他送回大子人 他还能独立的生活 这我还真不知道 还真不知道怎么解决这问题 那你说要平常能有什么办法 对它们更好点 您是养狗的专家 您得出出独业 我跟你说 我想这样 就是你自个儿玩去的时候 你就带着它们一块 也出去那捋捋游 渐渐身 下下餐馆 完了以后呼吸点好的空气 行 我明儿就带着 不过好像据说那个 有的狗狗坐车的时候 也晕车 跟人一样 那怎么办 也吐 真的 而且呢 你看着那样痛苦极了 那怎么办 这人呢 有的时候就想 你想想人 要是晕车 吃两盘乘晕 就管用吧 那狗吃两盘乘晕 它也管用 真的 行 还我试试 你了解工作犬的工作性质吗 不同的工作 由不同的工作犬来担任 它们的特长有哪些 它们最擅长的工作是什么 天涯带您走进它们的生活 揭秘工作犬的神秘本领 千里万里走不出爱的时空 大脸是我心中的永恒 千里万里走不出爱的时空 我是大脸 浪漫之都 时尚大脸 星月相伴 真情永远 星月神 给妈妈贴心的关怀 融派 驱动现在 成就未来 美孚 给妈妈贴心的关怀 融派 自然的遗产 世界的舞龙 生活因喜悦而精彩 喜悦因分享而永恒 广东双喜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每一天 我们为人类的电力需求而创造 为巨轮远航而创造 为传播文明而创造 为千百万人的便捷交通而创造 与创造者共创未来 上海电器 大连 建设全球软件和服务外包 新领军城市 大连 中国中央电视台 中文国际频道 进行 千百万人的位置 公司 的